哇 完了 哈喽小姐姐 你这个好吃吗 好吃 你们怎么 没事 就是看你在这吃什么香的 然后要饿 能给我来一块吧 可以 敬给我 可以 我不逗你了 现在我们是一个街楼挑战 看你敢不敢给前男友打电话 让他过来找你 前男友 这不方便联系吧 我们这如果挑战的话 还给你多可全 但是 太尴尬了我把他拉黑了 而且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接我的电话 喂你好 喂 哎哪位 你听不出来我声音吗 我听不出来啊你谁啊 不是我们才分手多久 没有没有没有 送你玩的我都等你电话好久了 你等我电话好久 让你过来联系我 哥 你把所有联系好事都拉黑了 我怎么找你啊 不是啊 那就算我把你拉黑了 那你 也 通过别的办法找到我吧 你到底是骂我呢 还是说 就是想我 你有什么好病吗 我行 但是 但是我想你了 你在哪呢 不是吧 你干嘛 见前男友你补衷 那见前男友怎么漂亮一点吧 你该不会还在想着他吧 不是吧 大姐 那你要说不想也不可能 最近三年的感情 我看到他了 长得蛮帅的哦 嗨 好久不见 你是一个街头挑战 哎 你把麦袋上了 就是他们好像说 给前人打电话 我就能拿大奖 所以你刚刚给我打电话 不是你想给我打电话 我是想拿那个大奖 行话行话 你刚刚接到他电话有什么心情啊 就是有点小意外 然后比较开心吗 因为我等好久了 哎你们两个有多久没见面了 我们分手之后就没见了吧 差不多了 整整62天 这这么清楚的啊 欧远后期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我长姐看我寡了好久 然后就给我这个尴尬的问题啊 你们两个为什么分手 因为他不想和我结婚 不是不想跟你结婚 是现在情况下不允许 什么现实不允许 我说了这些东西我不在乎 但是现在我们得有一个起码的生活保障啊 但是我说了我们已经在一起三年了 你看我等多久 那女生你是啥想法啊 真的 我是觉得其他东西都放在后边 我们先结婚 就是一户口本的事情很简单 那户口本也不能说他默默的领吧 那我跟叔叔阿姨怎么长的 你别了我爸妈我爸妈 你到底跟他们过还跟我过 我看你就不想跟我结婚 不是不想跟你结婚 我跟你俩再说下去又要吵架了 那我们玩个游戏嘛 缓解一下气氛好不好 如果完成的话呢 我们还奖励两张迪士尼的门票 游戏呢就是男生 壁东女生 十秒钟 走吧走吧走吧 玩一下吧 你都找节目组了 那我们就玩一下吧 就是嘛来都来了玩一下嘛 行吧 这个地方 风水宝地 男生我数三个数你就壁东上去啊 好 三 二 一 一 哇 女生你脸咋这么 哇 哎呦我的妈呀你也看了 哇 你先碰上 碰上了我看看 女生你脸咋这么红了呀 三 二 一点八 一点七 一天 Mayo 一零结束 回啊 手都分开了耶耶耶 哇 我的妈呀 哎呦个妈呦没有看啊 我后面会不会干嘛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忍住 这个游戏什么感觉 其实有点尴尬 但是还是挺开心的 就是能想起来之前在一起那种点点滴滴吧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也是有道理的 你物质基础还是挺重要的 要不你就等等看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反正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我是还是想跟他先有一个结果 我觉得女生好像不太在意车子房子那些东西 她还挺想跟你在一块的 因为她从小比较衣食无忧 然后但是的话就我不能不懂事 我得对她负责 那你觉得她有可能在一起 我还是希望能在一起 有没有可能我不确定 但是反正我是挺坚定的选择她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转身环节了 开始倒数了 你俩先转过身 那个稍等一下主持人 我还有话想说 你说 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 我是没让你最清楚 我真的没有一天不想娶你 但是现实就是现实 我真的想给我们的结婚以后的生活有保障 我得对你负责 而且我也不想要受她一甘心 希望你能再过点时间 我一定不会过 可是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就是如果这么拖下 可能有结果怎么办 那这样啊 你们两个都好好再考虑一下 转过身吧 三 二 一 请转身 我可以等在身后 照影子追着我梦 我可以等在转路口 不过你会 经过 那之后的事情赶快怎么办 我都想好了 那些东西迟早都会得到的 但是我觉得重要的人 失去了之后 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一定不能没有你 这样吧 我明天先给叔叔阿姨送十五万过去 什么十五啊 彩礼啊 请你不要彩礼吗 什么你来求婚 啊 那就看某人愿不愿意了 嗯 我当然愿意了 我想 看你 追尽月光丽 我温柔 云很轻 想你 呼吸 我想 永远 感谢观看